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國是大服裝品牌之一突然破產 2萬億P巨頭也放棄了中國 一年虧損超900億 窮怕的中國地鐵要漲價了? 人民幣匯率保不住 中共減持美債創14年新低 專家解析 英媒 怕中國股市呈燙手山芋 今年75%外資退場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網財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21號 星期二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國十大服裝品牌之一突然破產 近日如意集團公告 子公司溫州莊及服飾有限公司的債權人 以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且尚有挽救價值為由 向浙江省平陽縣人民法院申請對溫州莊及進行破產重整 大陸媒體報導 值得一提的是 溫州莊及是中國知名服裝企業 曾被列入中國民營企業500強 溫州市企業50強榜單 公司年產值達30億元 並擁有400家門店的銷售渠道 曾被評為中國服裝十大影響力品牌 莊及背後的如意集團也正面臨巨大危機 2018年如意集團業績持續下降 2021年淨利潤更是暴跌超80% 2022年更是路德虧損2億元 2023年前三季度營收3.09億元 同比下降46% 淨虧損6297萬元 截至三季度末 總負債達18.7億元 截至最新收盤 如意集團的最新股價爆6.9元 相較於2022年12月的高點 累計跌幅達53% 最新總市值僅剩18.06億元 這也意味著 自身難保的如意集團 對拯救莊及無能為力了 2萬億PE巨頭也放棄了中國 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由於全球經濟放款和地緣政治因素 美國私募股權投資巨頭 凱雷投資集團 將其最新泛亞洲私募股權基金的目標 從最初的85億美元下調了至少30% Fx168財經引述路透社報導稱 其中兩名消息人士稱 凱雷於2022年中期開始籌集第六支專注於亞洲的基金 迄今為止已籌集了不到30億美元 消息人士稱 凱雷沒有向投資者透露降低目標的原因 其中一位人士補充說 近期基金表現不佳 可能是一個因素 私募股權公司的投資者通常在獲得先前投資的回報後 進行再投資 Prikin數據顯示 自2021年以來 今年以亞洲為重點的資金籌集額減少了近四分之三 儘管基金在2021年籌集了2,990億美元 但到2022年這一數字將降至1,540億美元 今年迄今已降至730億美元 Dialogic的數據顯示 私募股權公司在亞洲的退出總額為156億美元 同比下降82% Prikin數據顯示 由於中國經濟放緩和中美緊張局勢 打壓了投資者對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興趣 今年尚未籌集到以美元計價的中國併購基金 一位消息人士稱 新的泛亞洲基金將把約30%至35%的資本分配給印度 使其成為凱雷在亞洲最大的市場 並補充說 15%至20%將分配給中國 而韓國的分配範圍相同 多位知情人士表示 凱雷之前的亞洲基金對中國的資本配置更大 一年虧損超900億 窮怕的中國地鐵要漲價了? 地鐵已經成為一二線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 由於其快捷便利的特性 成為了很多人的首選出行方式 工作號才華連篇發文 在一些人看來 地鐵建好後 每天坐著收錢就可以 加上客流量如此巨大 按道理來說應該很賺錢 但現實情況卻完全相反 大多數地鐵公司都是虧損 有些甚至虧損上百億 截至到2022年末 全國開通軌道交通的城市超過50個 其中開通地鐵的城市近40個 從32個已經公布業績的城市地鐵公司來看 扣除政府補助 只有5個城市實現盈利 分別是武漢地鐵 深圳地鐵 濟南地鐵 上海地鐵 長州地鐵 有27個城市地鐵虧損 合計虧損914億元 自從下降至2元後 北京地鐵開始出現巨額虧損 所以在2014年 北京地鐵再次上調至3元 如此推算 2024年北京地鐵票價將進入5年一大條的週期 不過目前北京市暫未公布相關計畫 北京還沒動真格 但廣州卻已經行動 今年廣州取消了執行已久的方案 即每月乘坐公交地鐵滿15次 就可以打6折的方案 不少網友直呼 這就是按戳戳漲價 實際算下來 也確實沒有之前優惠了 漲價也是必然的 2022年廣州地鐵扣除補助 虧損4.56億元 還不算多 一線城市都帶頭了 預計會有不少城市跟進 人民幣匯率保不住 中共減持美債 創14年新低 專家解析 美國財政部上週四公布9月份國際資本流動報告顯示 中國9月繼續減持美債 為連續6個月減持 目前總持倉規模首次跌破8000億美元大關 降到7781億美元 同時 截至9月 中國持有的美債餘額 與10年前美債持有量最高峰時相比 下降了41% 2013年11月 中國對美國國債持有量 高達1.317萬億美元 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國晨日前對大紀元分析 北京減持美債的目的 最主要因素當然是維護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這一兩年人民幣被看扁 要維持匯率穩定 必須拋售美元 然後增加市場上的人民幣 或者是削減外匯存體來對沖整個匯率 這裡面會牽涉到另外一個很重要因素 近期外資也在撤出中國大陸 必須把人民幣換成美元 所以在匯率變換過程中 人民幣也會進一步貶值 外匯存體也會變少 這些都需要透過減持美債來作為一個支應 尤其是人民幣從年初一路貶 貶到現在 大概11月初時維持在7.18左右 代表央行已經在強力互盤人民幣匯率 這種情況下 就必須要拋售美債 才有額外的子彈來維護人民幣匯率 英美怕中國股市呈燙手山芋 今年75%外資退場 雖然北京努力恢復全球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但市場憂心中國股市呈燙手山芋 今年前7月進入中國股市的外國資金中 超過75%已退場 估全球投資者拋售了價值約250億美元的中國股票 《金融時報》估計 自中國政府承諾提供更為實質性的經濟政策支持 8月外資在中國股市高峰達人民幣2350億 但目前僅為人民幣547億元 投資者正在等待經濟強勁反彈的訊號 然後才有可能重新大舉買入 香港一家投資銀行交易部門負責人表示 日本 印度 韓國 臺灣都很火紅 現在大家的想法是 我不需要在中國 如果我在中國有投資 就會拖累我的投資組合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今日內容是 曝王岐山內幕與舊部最後晚餐 推薦兩名親信 一人被抓 一人擱置 曾突擊提拔32名女官員 江西前副省長連降7級後落馬 535名港府僱員距向中共低頭 全部離職 銀行凍結賬號 9名被通緝香港民主派 匯豐恒生賬號被凍結 中共突擊車 烏軍炸灰 俄強攻阿富迪夫卡 烏軍無人機 迎頭重創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您的見解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及ünü 踢到處 留言 字幕之下 کا視침 感谢观看